那陳仲晏這個案子 其實從這個整個昨天報 我先幫他回顧一下 整個事件的時間點 因為像我們在看這個案子 我們不會去看說 第一個我們看誰爆料的 第二個我們看哪個媒體處理的 第三個我們看時間點 所以去研判這個爆料者後面的動機 第一個昨天是最早揭露 這整個訊息的是 一個網路媒體 下午2點半準時上線 這則新聞準時上線 但是那個時候他沒有點名 是誰 他說政院高官 但是你看那個文章 他說來自中南部當過明代 然後在地方政府任職的時候 那基本上大家都已經 那時候我們看到就說 這就是陳仲晏 就知道了 我們大概心裡有數 但還沒寫出來 然後在這則新聞出來不久 陳婉惠委員 他就發了一個採訪通知 他就說總質詢 我們要把這個題目要把它公佈出來了 本來要在總質詢講的 然後就說是陳仲晏 直接點名了 陳婉惠他就發了一個採訪通知說 他4點鐘要開記者會 這一家媒體 這家網路媒體 3點50分直接出了一篇 就是點名陳仲晏就是這個 喝花酒性招待的官員 然後陳婉惠接著開記者會 接著4點大概50分左右 陳仲晏出來 講了150秒的廢話 然後就離開了 接著就是徐曉星打電話給陳仲晏 問他有沒有接受性招待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時間序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其實我是後來 我後來也聯想到一件事情 第一個陳婉惠委員 很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是立委 要爆料這個問蔡委員就知道了 要爆料你要給有品牌 有這個信譽的這種 就是說哎呀交給他沒問題 特董 那會交給陳婉惠爆料 這個我們很多人都有點訝異 那昨天我 因為昨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禮拜二去上民眾黨的一個 網路直播節目 那他們跟我同台的是 民眾黨的總召 修成員委員 因為我就認為說 講到高端嘛 我就說禮拜五你們民眾黨 是不是要上去 你身為總召是不是要上去 質詢陳建仁 他說沒有沒有不是我 他說我們有秘密武器 出奇兵 好 所以我想到這一段 那就對了 那就對了 一般我跟你講 這個蔡委員知道 第一次行政院長去施政報告的 第一場質詢 不是個人質詢 那個叫政黨質詢 就是每個政黨推出代表去質詢 小黨只有一個名額 所以民眾黨只有一個名額 他五個立委 只有一個名額 他派了最菜的 陳婉惠是去年12月25號 然後因為高宏安地補新竹市長 他才地補上去的 是 高宏安就職 他才地補 他就職到現在不滿兩個月 他是民眾黨裡面最菜的立委 可是呢 禮拜四那個質詢名單一公布出來 陳婉惠出來了 然後呢 居然我們都看到 就覺得奇怪 民眾黨為什麼是派他呢 為什麼是他 對啊 怎麼不是總召 也不是黨皇幹部啊 那為什麼是派陳婉惠 後來這個 所以昨天整個 陳婉惠說 他本來總質詢要講這一題 我就恍然大悟了 也就表示 至少在禮拜二以前 這個料他們就拿到了 對 他就說一週前 吹哨者就找上他了嘛 對 然後所以我說 這個再連結起來呢 又代表什麼呢 國民黨完全不知情 因為民眾黨要在 為什麼要在議場上面修理 當他今天 你看陳忠諺會坐在台下 陳忠諺不能上台 陳忠諺要坐在台下 那個鄭文燦坐在台下 陳建仁要上台 法務部長也可以上台 就是跟這個案子相關的 可能內政部長也要上台 好 陳婉惠秀出這些證據 陳忠諺在下面有苦難言 他不能講話 但是你就看到那個證據 一個一個對話記錄 然後呢 要你院長回答 人家那個叫林遲啊 甚至可能陳忠諺現場 就要寫遲程了 而且我後來一看 你知道陳婉惠的那個質詢順序 他大概是第四位 你知道第四位通常是 因為10點鐘 如果10點鐘 禮拜五的委員會 10點鐘開始質詢 前面會有一個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完 大概11點左右 一個黨團的一個代表 是30分鐘 11點開始 通常可能會到12點半 第一輪到12點半 所以呢大約陳婉惠 就在2點半左右 下午的第一位 或是第二位 就是2點半到3點 他會上場質詢 那個網路媒體2點半上線 而且沒有點名 有沒有 這個叫做爆料者 他是雙線進行 這是配合match的 只是沒有想到 昨天因為國民黨的爆料 國民黨背一個 讓這個 就是原本設定好的時間點 斷了一個 就網路媒體繼續走 可是陳婉惠就改變策略 那我就用記者會 就是他這個時間點都是精心設計的 但是講好我們同步 沒錯 這個等於說這個爆料者 在爆料的同時 就有講好那個時間點 要在什麼時候爆出來 所以昨天 就算陳婉惠 沒有如期的這個質詢 還有網路媒體這條線 所以兩邊是互相的 配合好的 這個在 因為我們以前 就專門處理爆料 以前常常會有人 就是說我們媒體什麼時候出 你委員什麼時候處理 我們會講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代表 這個前置作業是有一段時間的 絕對不是這幾天 那如果今天 以陳婉惠他講說 一個禮拜前就找上他 那老實說 我覺得黃成國條款的效應就低了 那個時候還沒有討論到 黃成國條款 那上個禮拜是處理什麼 學倫案 在之前是什麼 台南的黑金 那如果以台南地緣關係的話 我認為這個跟 也許跟台南黑金案比較有關 但是先不管 但是總之呢 賴清德在整個 上任黨主席之後 不只一隻劍 兩隻劍三隻劍 一直射一直射 到處得罪人 打陳忠彥這個時間點 很巧妙的說 因為如果你要修理陳忠彥 如果這個廖師已經準備好 要打 應該在他一上任發言人 公佈他人事令 當天 對就要處理了 而且陳忠彥入閣很久了 對 他2018年就已經去做 內政部政務次長了 是 然後呢 2020年疫情期間 他是副指揮官 是 所以很多人就說 為什麼是選了這個時間點 對 所以陳忠彥不是重點 如果今天只是要 把陳忠彥打下台 有太多機會可以打了 為什麼要挑在這個時間點 對 那就是因為賴清德 當了黨主席 而且賴清德馬上要選總統 如果按照這個4年前的民進黨的時程 民進黨4年前是3月18號開始啟動 這個所謂的總統初選登記 那如果從現在這個時間點看 還有一個月 大約還有一個月 民進黨的初選 總統初選就要啟動了 那所以今天這個料 打 名字是打陳忠彥 實際當然是打賴清德 為什麼 這個時間點 他所有的這個去接受這個性招待的時間點 都是在陳忠彥擔任台南市的這個新聞處長 跟這個那個民政局長的期間 當時的台南市長叫做賴清德 所以今天這一整場整場的這個 我們講爆料秀 很快速的把陳忠彥打下台的主因 是因為民進黨如果掩護陳忠彥的話 會導致2024提早跛腳 就是他很快的就會 你居然連 因為是賴清德子弟兵 所以你不敢處理 然後或者說 這個料如果一直燒一直燒一直燒 你不上來 然後接下來還有其他的料 然後第二輪第三輪一直爆 那我們講賴清德受不了 所以趕快狠狠的切 陳忠彥昨天一定覺得說 你沒有沒有證據 我那時候清白的啊 我清白的啊 為什麼 你知道性交易按照我們我國的法令 2011年那個蒼嫖都罰 以前我講以前嫖客還不罰 現在那個嫖客要不要罰 要罰多少錢 第一次1500 最高你累積像那個常客型的 抓到很多次 最高最高罰3萬 性交易就罰錢而已嘛 那沒什麼了不起的啊 那道德 道德議題嘛 好 還要公佈名字 對 那個還好 那個還好 至少不會在額頭 第一個什麼營火蟲嘛 對不對 所以 對於陳忠彥來講 這個案件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他沒有那個 即便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那個後面有辦貪污的部分 可是 查無實證已經簽結了 所以對陳忠彥他昨天就講啊 我沒有被檢掉任何約談啊 我是清白的啊 所以為什麼他第一時間能講這種 這個真的 真眼說瞎話 就是他難堪的只是他召妓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老實說 我覺得他是 現在他辭了職 回去面對他老婆小孩 不知道如何自主 對 他還有兩個女兒 是 而且在這個 根據他身邊有人都說 看不出來喔 他這個形象很好 對不對 好爸爸 好丈夫 同時呢 在這邊還有也是蠻諷刺的 在防疫期間 還被奉為最懂八蛋男 他自稱 沒有走訪過酒店 好 所以昨天也說他沒有被約談 偵辦調查 這裡面也沒有查證 把一個人 的人格直接處理掉 好 講完話之後呢 好五個小時 馬上就自己就親辭了 說個人的清白自行面對 好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個 許曉星昨天這個爆料 他也 把這個說 兩根用同學啦 好 找朋友來當暗語 陳董啊 咖啡錢啊 好 勾三秀六等等 那麼同時當中 監聽一文的電話0921 跟2月17號 許曉星打通陳中文的手機電話 其實就是同一支 那這手機也就是用了這麼久 不曉得說這是他私人手機 或是公務機啦 委員 這個不清楚啊 應該是他私人手機的啦 只是公務用的私人手機 因為他如果是公務手機 他在台南市的話 那離開就交回去了嘛 如果是在行政院換單位 通常喔 如果在行政院本部是不會啦 那如果他從衛福部調行政院 通常這個手機 也會繳回去 重新再辦理 那會一直連續的 就表示說這個手機是他私人 但是公務用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政務官 他會把私人手機做公務用 但是自己私人生活 另外一支私人手機 基本上 那私人用的公務手機 大體上 都是由秘書或助理接的比較多 那私人手機啊 比較跟家裡人聯繫啊 那就會自己接 但是因為陳仲淺的工作 比較特殊 因為他是發言人嘛 發言人就是主動面對外界 各種奇奇怪怪的電話 他就是行政院對外的第一道窗口 那媒體記者 二四小時打電話去 哎呀陳發言人 他有得接電話 他一定得接嘛 所以變成說 徐曉欣打電話去 他是說我是台北市議員 他一定抓抓頭髮說 那台北市議員卡點 要幹什麼對不對 所以就跟他對話起來了 如果說第一個時間 徐曉欣應該講說 我是台北市議員 徐曉欣他咬嚓也就掛掉 就嘟嘟嘟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電話 他應該就是像委員講的 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但是他就一直持續用到現在 所以現在這個 也沒有冤枉他 就是他的電話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 這個是電話的部分監聽議員 那麼在Line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到底有沒有幫忙喬事情呢 有沒有接受這個招待 好我們在這邊有幾張 來1 2 3 好這邊 因為電視 我們把他截下來的關係 所以他這個是稍微比較暗一點 我們在旁邊也幫大家 直接好 變成文字檔比較清楚 可以看到在這個貼圖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個貼圖 好看得很清楚 好接下來看到這邊 豆哥知道了 明天務必幫忙一下 陳中原就說送商業登記嗎 配合變更登記 金發局會簽後 才回到使館課蓋章 請協助修短流程時間 還有消防局要跑 豆哥說好累 陳中原說好 按民視 現在是李永恩試聽歌唱場所 變更使用工程 那下來說小雲有空嗎 所以我問問如何 還沒回報今天不方便 有差不多的嗎 有這個地點 好一樣要一些時間準備好 一樣的地點 我只聽過一樣的月光 沒聽過一樣的地點 所以表示這個是老司機嘛 老司機現在是網路的用語 就常客的意思 楊明宗有啊 這沒講錯老司機 沒有老司機是很懂的意思 那他也蠻懂的吧 因為會開車帶大家走 就是說這台車大家一起來 我聽懂 我聽到他網路上講老司機 代路人 代路人 就是不懂的啦 不懂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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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他就是第一個他造劑 第二個他幫這個 豆哥啊 處理這個 KTV酒店的 變更使用工程 就在這邊 當然變更使用工程 他幫他什麼忙 有沒有涉及到違法 還只是純粹協助輔導 這兩個的界線 就檢察官去認定嘛 那我就像我講的 如果你把這個 他的造劑的問題拿掉 單純看那個 變更使用工程的服務 那沒事啊 不會有什麼讓你值得 懷疑的地方啊 那如果說他有造劑 那在街上後面說 是由豆哥付錢的 這事情就大條了 公務員服務還額外的收費 這個在風紀上 在這個法律上都 它不是個道德問題 我們也許可以說啦 造劑是個道德問題 那頂多就是 像陽明兄講的 因為次數太多 會被祭典 會被罰錢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如果是涉及到招待 事情就大條啊 對不對 那是不是在警告賴清德 下一次就拿出 拿出對價關係給你看 那賴清德不暈倒 那如果說 這個為什麼檢查單位 會做出把性招待 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辦那個服務的 工程的問題切開 是因為你們 台南市政府 有一個秘書長 跟那個檢查長是同學 這樣的關係 如果要繼續把這個事情 處理成這麼奇怪的一個 司法辦案的話 那賴清德 就當場倒地 要送醫 要急救 因為他無法去面對這個問題 他通過他最親信的人員 雖然現在有人講一些說 賴清德是 我個人也認為賴清德 可能在這方面 拿捏是有一點的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他的對手 就是說他黨內的競爭對手 要求他浪步 要求他妥協 不可以滾滑板去 不可以踩在他們的屍體上 就會發生作用 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 經常這晚上睡不著覺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你們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